我说你他妈是来冻油还是来淘汰 淘汰油一块四 二十块七六 二三七三 就算你的车备 导油骂人 黑车宰客 你淘汰油 你淘汰油 你跟身一样 他就给你四了 价格欺诈 非法一日游 旅游陷阱频频出现 我们该怎么办 我这里看那个 你再刷立马掉 深度体验旅游行业七大丸集 寻找旅游乱象 过几之道 敬请收看平安365十一特别节目 人在囧图 欢迎各位收看平安365十一特别节目 人在囧图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要关注到的话题 是很多朋友 或者是深受诟病 或者是很多朋友都非常担心 到一个旅游景点 尤其是沿海的这些地方 吃海鲜的时候 会不会遭遇到类似这样的陷阱 所谓天价海鲜 那关于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们在网络上面 也做了一番调查 大家可能会集中在 有些旅游景点 我们先来看一看一些新闻事件 正月初五 周先生和亲朋好友 一星二十余人来下门玩 没想到 吃完饭结账时 1.3万元的天价午饭 让周先生傻了眼 朋友一家三口 在三亚吃海鲜 三个普通的菜备 载金4000元 林桌一哥们只吃了一大鱼 刚问价 店家玛丽浆鱼捞出衰晕 一称11斤 共6000多 那哥们刚想说你 出来几个东北大汉 只好收声认钱 刚才的新闻事件当中 讲到的这些问题 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 其实每一个人 对海鲜这类产品 可能都会有一个 基本的价格判断说 如果家门口的市场上买 可能相对便宜一点 你别人到旅游景点去 可能会贵一点 这个价格的上幅 大概可能会接受 如果远远超出了幅度 有人认为 它就是天价海鲜了 我们不妨给大家 先留下一个问题 这种鱼你认不认识 这种鱼 它的名字叫做包公鱼 我们的体验者 先给大家一个选择 两个价钱 88元每市金 就500克88元 或者30块钱每市金 但如果是出现在一个旅游景点 您认为它会是以一个 什么样的价格出现的 您是否能够接受这个价格 关键的问题是 在价格的背后 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不妨带着这些疑问 跟随我们的体验者 一起出发 北戴河 地处河北秦皇岛市的西部 这里有美丽的沙滩 和凉爽的气候 是中国北方最为著名的 避暑疗养胜地之一 国庆前夕 我们都体验着 一行驱车从北京出发 抵达北戴河 此时的北戴河 正是肖下避暑的时节 游客们在海滩上 嬉戏玩耍 十分热闹 出到海边 海天一色的风光 令体验者的心情 十分惬意 正当我们的体验者 在观赏海景的时候 迎面走来了一位大姐 向我们推销 出海打鱼的项目 大姐口中所说的这种玩法 是近些年来 海边旅游 比较流行的一种方法 既能够体验到 出海打鱼的乐趣 又能够美美的 饱餐一顿新鲜的海鲜 确实让人心动 三个人连吃带玩 一共要三百块钱 的确不贵 就这样 在大姐的极力鼓动之下 我们体验着一行 跟随大姐上了船 没想到 一起出海打鱼的游客 还真不少 看来啊 这种玩法 还是十分吸引来的 扬帆出海 乘风破浪 这出海打鱼的滋味 还真是令人心旷神疑呢 我们的船 来到了大海深处 这里正是打鱼的地点 正当大家伙 要撒网捕捞的时候 传老大的一番话 却让大家的心里呢 有点别扭 很快一网就捞上来了 面对这网打捞上来的东西 一传的人都有点无奈 看来吃海鲜的想法 只是一厢情愿的空欢喜 当然也有不满意 笨儿与船老大理论的人 您听明白了吗 谁说的 您去找谁 如此恶劣的态度 令体验者的心情 糟糕的 下船之后啊 我们就来到了免费的海鲜加工处 可是看看我们手里这可怜的出海成果 这加不加工的也就没什么必要了吧 这时我们的体验者突然间恍然大悟 原来啊 这出海打鱼和免费加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如果出海打鱼成果丰硕 那免费加工岂不就砸了生意 咱呢 主要是观光游玩 另外呢 挣你点东西 糟心贵糟心 这饭您还得吃 我们体验着 一行只好在这里重新点了海鲜 没想到 这免费加工点的海鲜并不便宜 三个人点了三道菜 花费三百元 算上出海的费用 这一顿饭 其实花了六百元 不过这一路上的连环套 的确令体验着心情十分好处 出海打鱼 品味海鲜大餐 肯定得点别人 对你就吃不管我 收费景区 却暗藏黑心商家 净请收看平安365 十一特别节目 人在窘狐 第二天 我们的体验着一行 又来到了北戴河著名的景点 老虎石公园 在风景美丽的沙滩上 我们发现许多游客 正在这里选购海鲜 一边观望海景 一边品尝美味 如此惬意的吃法 的确让人有些心动 三十元一斤的价格 倒也不贵 看着这活蹦乱跳的海鲜 我们的体验者决定啊 也要买一些 一样来一点 对虾一样来一点 不都给你 不都给你 都一点 别多到 好了 对虾呢 都尝尝 不要 不要 真是比较不好 你搭配来两个 那最有影响 价值最高的 一 二 三 四 五斤 二的五斤 采购完了海鲜 我们的体验者突然间感觉 这拎在手里的海鲜 分量怎么有点不对 这够五斤吗 我们决定啊 先拿回去 称一下分量 再来加工 这个时候 商家的表情可就有点奇怪了 果然 这里边有猫腻 五斤海鲜 实际上啊 只有二斤六两 而这样七客载客的现象 竟然发生在如此知名的收费景区里 这的确让体验者感觉到有些愤怒 于是我们找到了景区管理处来投诉 晚班无奈之下 我们又拨通了当地工商部门的电话 20分钟之后 工商部门赶到了现场 这个差一半的分量 大哥我刚才跟您这买了五斤八两 然后我这一样三斤 五斤多你都少了二斤八两 就是一半 差一半 咱们应该要购买购买 在游客的投诉之下 工商部门依法取缔了摊点 并且责令这些黑心商贩 将不法所得退还给游客 我们的体验者也收回了相应的退款 总结北戴河之行 我们的体验者发现 天价海鲜的问题 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 当地的执法部门也能够做到客进职守 但是很多景区的餐厅里也暗藏着缺尽短两 欺客宰客的陷阱 举报之后 天价一行也被黑心商贩 死死的盯上了 为了减少麻烦 我们只好连夜离开了北戴河 街边海鲜 乘上学问大 甜价海鲜又是否能够遇到 价格太高了 但我们这都散开了四万多 敬请收看平安365 十一特别节目 人在窘途 山东日照 这是近些年来刚刚兴起的海滨休闲旅游城市 也是很多山东人周末吃海鲜的地方 从北戴河出来之后 我们的体验这疫情又来到了山东日照 到了日照的头一天 体验这疫情选择了海边的一家宾馆入住 入住之后 老板娘的一席话令我们顿生疑惑 没有早餐 就是冬餐和晚餐 你就是想什么时候再吃什么时候再吃 但咱说好了 咱说给你有一顿 你就对 你就是给你吃一顿 是不是 因为咱毕竟是说好事 是吧 感情您住在这店里 就必须得在这店里吃饭 这是为什么呢 当天晚上 在宾馆的餐厅里点餐的时候 店家极力向我们推荐了店里的包公鱼 一顿饭花费300块钱 而一条包公鱼就花费了将近200元 可是第二天 当我们的体验者一醒来到海鲜市场之后 发现这里边大有文章 那条黑包公鱼 那就是呢 170多 170多 你在这买您的 什么话 170多 黑包公鱼花60左右 670块钱一块 也就60来块钱 三块来块钱一斤 你觉得哪里合适 一条鱼就给你买123 这价格相差的确是有点悬殊 看来游客要吃海鲜 还得到正规的海鲜市场 我们的体验者随机在市场上购买了一些海鲜 实际称重之后 发现基本上都是足金足两 而我们的体验者在路边的海鲜摊点上购买回来的海鲜 确定短脸的现象 那就十分普遍了 真的可以差一半 这位卖海鲜干货的大姐的确实在 在我们的请求之下呀 他居然给我们演示了这秤上面的门道 这可真是防不胜防啊 看到此 我们的体验者真的是有点铭铭埋回来的 日照之行即将结束 我们的体验者又在当地商户的口中听到了这样的说法 价格太高了 在我们这就传开了四碗多 小伙儿喝了一个鲍鱼鲍鱼割的汤呀 多少钱 128块钱割的汤 鲍鱼才几块钱一个是不是 就路回大拍当了 鲍鱼都没有 一鲍鱼来了 人家看你都吃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人家知道你吃的啥 就是你吃的碗面条 什么都没有 就说给你放上海鲜鲍鱼 那啥东西 啥东西好 说什么 其实里面好像都没有 看来这天价吃饭的问题还真是存在 在此我们也想提醒游客朋友们 在海边吃海鲜 您切勿贪图省市图便宜 也不要听信陌生的忽有 平安365人在囧图 欢迎各位收看 我们一起来直击旅游乱象 为您介绍两位嘉宾 李郭曾律师 小蕾好 您好 还有陕西师范大学的白凯教授 小蕾好 我先问两位一个问题 你们都吃过见过 这个鱼谁知道是什么鱼 叫什么名字 我还真不知道 我一说名字你肯定吃过 包公鱼 包公鱼 这个包公鱼有两个价格 88一斤 30块钱一斤 你们认为哪个才是它真正的价格 如果在海边的话 应该是30块钱 如果在咱们在内地可能 在不沿海地区可能会稍微贵 80多块钱 我们给您的价格是这样 30元钱是比如说你在北京这样的城市 正常的海鲜市场买到的 但是88块钱就是在旅游城市 我们今天体验的旅游城市 饭店里买到的 但是其实我个人有个观点 假如你在一个海边的旅游 一个旅游城市环境非常好 然后人家又给你提供那么好的环境 有服务 然后给你做熟了 这88我觉得还能接受 能行 但它不是800吧 800就叫天价海鲜了 这是我们遇到的 可是很多的消费者会吐槽 所谓天价海鲜 吃不起的海鲜 我是这样理解的 白教授 我们要区分一下 我们要区分一下 什么是真正吃不起的天价 您不能拿您在家门口消费的概念 来放在一个旅游景点的消费 您认为这个合理 我同意您的观点 就是说贵不等于天价 对 贵不等于天价 贵不等于天价 就是它有一个消费情境在里头 它只要在消费的合理区间 可控区间之内 它贵一点 我觉得是合理的 是可以接受的 在节目中的所谓天价 我想也要履行一个概念 就是正常的天价不违法 怎么理解 正常的天价不违法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作为一般商品来说 包括餐厅的定价 它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 对 与政府定价无关 那么说难听了 就是一个愿买 一个愿卖 一个愿买 愿打愿挨的关系 但是大家记住 欺诈的天价是违法的 对 举个例子 比如说不是明满标价 对 这个肯定违法 第二 就比如说这种缺金短两 这个天价违法 第三个 以次充好 假冒伪劣 这肯定是违法 如果一旦发现这些情况 你只要向工商部门 物价部门进行举报 肯定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你的损失也很容易被弥补 是吧 所以我觉得随着旅游法实施 逐步的进一步深化 作为消费者 维权意识越来越充足的话 我想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健康 因为旅游法有一个基本理念 就是保护旅游市场的持续发展 健康发展 好 谢谢两位的到来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